柳如烟是出了名的海后 她善待每一任男朋友 要什么给什么 除了结婚 所有人都知道 她与初恋分手 至今不甘 没法跟其他男孩走到那一步 我跟她在一起的第五个月 家里催得紧 我只好跟她告别 听说你初恋也要回来了 恭喜啊 她开心地笑了笑 当晚 她的朋友给她办单身派对 场子很大 也热闹 有人提起我 刘姐 我刚好像看到纪伯达了 旁边还跟了个挺漂亮的女的 话落 所有人都在八卦 闹得厉害 柳如烟却突然发了火 说在一起的是她 提分手的也是她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我跟柳如烟刚在一起的时候 她的朋友就下了赌注 玩得很大 赌我们的恋情能不能超过一个月 她家是显赫 名声在外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就听室友说过 北城姓柳的可不是一般人物 不好招惹 不过这位柳小姐不太一样 听说她很好追 从来不对男孩发脾气 跟每任男朋友都好聚好散 这话不是虚言 但我们之间 其实并不存在谁追谁一说 我那时还在读言二 在网上发了很多帖子 都石沉大海 就在我以为无望的时候 才终于有人回复 我家老爷子那好像有 要的话联系我 姐就当作回好事了 我当即就联系了她 之后为了感谢她 我们又来往了两次 相处得很愉快 最后一回 她站在路灯下 不知想起什么 挑眉问我 以后还见吗 以后 以后春去秋来 一年又一年 还会不会再见 月色冷冷 正是凉辰好景 若来上一句不见 难免令人失落 鬼使神差的 我笑了下 不甘示弱地问她 听说你很好追 是真的吗 她看着我 止不住地笑 那你试试 涉事未深的时候 遇见那样一个 肆意张扬人 让人不自觉地就想靠近 况且 很早以前 我就见过她了 我那时候才刚来这座城市 在车站被人抢了钱包 身上什么都没有 抱完按出来 又赶上下雨 落魄得厉害 也哭得厉害 她开着车 从我旁边经过 慢悠悠地抬头 去哪 烧你一程 我自然不赶上她的车 她也沉得住气 耐着性子劝我 我不是坏人 信我一回 别哭了 嗯 我后来一直很想感谢她 但我们再也没遇到过 这座城市那么多人 能够有一面之缘 说上几句话 真的是件很难的事 这天以后没过多久 我们就在一起了 室友知道这事的时候 还惊讶了好一阵 最后说 跟她这种人谈恋爱 感觉应该还不错吧 不过听说她跟每任男朋友 都不会超过半个月 就当及时行乐了 人总有天真的时候 彼时我以为恋爱这种事 随心就好 我喜欢她的时候 不管她的曾经 只想与她有未来 但后来我发现 其实不是的 就比如那个赌约 明明柳如烟的每任男朋友 都不会超过半个月 她的朋友们 为什么会赌一个月 很久以后 我才知道 多的那半个月 是因为 我有三分向她的初恋 那个赌注 输的人占了一大半 因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 我跟柳如烟的感情很好 跟她之前谈的那些 都不太一样 她难得主动 每天都会来找我 吃一顿午饭或者晚饭 有一阵我忙得厉害 她就在学校门口等我 一等就是大半个小时 我觉得不好意思 拉着她说 要带她吃顿好的 她就扯我的袖子 别笑 你女朋友想吃食堂 说完 又顿了下 征询我的意见 行吗 其实我明白 她是不想我来回折腾 因为在这之前 我就听说过 她念书那回 金贵得很 从不吃食堂 柳家的千金 有木空一切的资本 我们一直没分手 感情好到令人诧异 我们在一起的第三个月 她搬到了我学校附近 我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多 她专门在家里弄了个影院 闲暇的时候 我们就窝在沙发上看电影 她对这些其实兴致寥寥 但我喜欢 她每次都会耐心地 陪我从头看到我 遇到我特别喜欢的片子 她还会认认真真的做笔记 邪影评 她外公是很有名的画家 她跟着耳濡木染学过几年 或有些噪音 那些日子里 她偶尔也会画我 其中有一幅 我印象很深刻 男孩站在球场上 手里拿着篮球 眉目清秀 笑容明镜 但我其实一直很想问她 她知道了一些问题 她知道以后 耐心地为我指点泥巾 手指在我的腰上轻点着 姿态散漫 明白了 我恍然大悟 然后惊喜地回报她 她看着我 目光慢慢幽伸起来 最后往前一压 薄唇微动 触感冰凉 她有点紧张 但面上依旧漫不经心 攥紧我的手 打打 嗯 到一半的时候 她低着嗓音提起那幅话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站在那 我就特想拍下来 我笑 吻她的脖子 一有所指 你跟之前那些男朋友 也这样 在柔情和缠绵中 喃喃低语 诉说出玉石的光景 她则一声 混不吝地抵着我 你出去问问 我跟哪个到这一步了 暧昧无声流动 到后面 我就笑不出来了 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北城的九月 秋色联播 网上到处都是游客 去祈福的视频 我缠着她陪我一起去 她熬了好几个大夜 把手上的事处理完 专程疼了一天陪我 蜿蜒山道 她牵着我的手 走过上百层时间 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生怕我走路踩了空 但后来离开她 我又想 人这一生 哪里会一直不跌跟头 那时候 我是真的喜欢她 事情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变得不一样的 大概是 从见到那张照片开始 那是我们在一起的 第五个月 柳如烟的朋友多 她过生日 所有人都卯足了 竟想替她庆祝 提前十几天就开始筹备了 我那时候正好放假 就跟着一块折腾 来往多了 他们聊天从来不避着我 慢慢的 我知道柳如烟这人 对待感情 其实也曾上过心 她认真地挑选戒指 选订婚场地 只是最后 因为一件小事 男孩还是觉得 他不够爱自己 大吵一场后 两个人都累了 一个夫妻远走 一个没有挽留 就这么分了手 他们差点就结婚了 听到最后 有人给我看照片 毫不避讳 说起来 你跟伊藤诚还有点像呢 不然我们当初 也不会因为你开赌局 照片上 伊藤诚笑得很开朗 跟那幅画中 站在篮球场的男孩 是那样相似 当初才知道 这个赌局的时候 我只觉得他们无聊 现在在看 却觉得真正傻的人 其实是自己 所有人都知道 她与初恋分手 至今不甘 她依然关注她的动态 每年她过生日 她都会特意派人 不远万里 给她送去最贵重的礼物 她在那里有任何补顺 也很快就会有人告诉她 无论如何 她都会去一趟 然后悄悄帮她摆平一切 不让她知道 不联系 却也没放下 只有我天真的以为 自己在她那里 真的是不一样的 最后 有人笑言 一腾成离开以后 刘姐就一直在谈男朋友 但我们都猜 她这样也就是为了逼一腾成回来 说完 在场的人都笑了 柳如烟打完电话回来 坐在我身侧 捏我的掌心 滴滴笑一声 说什么呢 这么高兴 我看着她 心底一片凉意 木然道 再说你初恋 她少见的黄神 到最后都没说出那个名字 只是淡淡开口 有什么好提的 这是我第一次起了 跟她分手的念头 其实我应该感谢她的朋友们 没有将我蒙在鼓里 恰恰因为不顾及我的感受 他们告诉了我这些 我才能清醒过来 看清眼前的局势 让我明白 我只是柳如烟的过客 是她爱另一个人的手段 这天以后 我隐隐觉得 我跟柳如烟之间有什么变了 但我们谁都没有主动提起一腾成 她也没有任何想跟我解释的意思 她对我越来越大方 她带我出席各种拍卖会 只要我多看一眼的东西 很快就会有人送到我面前 忘记是听谁说的 说柳如烟善待每一任男朋友 分手的时候从不吝啬 对方要什么 她就给什么 无论是钱还是资源 倒有那么点赢货两气的意思 她生日的前一晚 让人给我送来两份转让合同 一套别墅 还有一辆车 我收到的时候 指尖都是凉的 然后我颤抖着手 给她打电话 她接得很快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问她 你过生日 给我送这么大的礼 不觉得亏 亏什么 喜欢你 想对你好 她硬老 语调微微上扬 带了点笑意 像是擎农时的调笑 我掐着掌心 强迫自己冷静 这些东西太贵重了 她很久没说话 我抿唇 眼泪无声滑落 最后 她的语调微顿 漫不惊心道 答答 别多想了 早点睡 明晚我来接你 我应该相信吗 她做这些 是因为喜欢我 而不是想跟我分开 第二天 柳如烟如约来接我 刚到地方 她的手机就响了 她看着屏幕上的那串数字 看了很久 才松开我的手 你先进去 我接个电话 她这样一个人 竟然也会有如此愁愁的时候 我说好 进去以后 我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没多久 有人从外头进来 外头那么冷 刘姐在跟谁打电话呀 还能是谁 伊藤诚 我刚凑近听到了点 她好像过几天就回来了 真的假的 那刘姐还不得高兴坏了 苦等多年的人和事 终于有了好结果 不管是谁 都要开心的 最后有人感叹 兜兜转转 刘姐身边的人 还是伊藤诚 只是这种时候 所有人都在追忆往昔 感慨他们的情深 就显得我这个正牌男友 有点多余 像个局外人 柳如烟回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没继续说这个了 她抿着唇 脸色不大好看 隐隐有些烦躁 看到我的时候 却又引下了这些情绪 她靠近我 握了握我的掌心 笑了下 玩得还开心吗 等会跟我一起切蛋糕 我点头 切完 切完我就主动提分手 体面 周全 以后真的就不见了 最后我还是没能陪她一起切蛋糕 因为她说完这话没多久 外头就有人送了件礼物进来 是伊藤诚让人送来的 是串手链 看着就贵 是柳如烟惯常用的牌子 也挺巧 我送的也是手链 不过我买不起那个牌子 送的是我能力范围内 一款性价比还可以的 我送的那个 柳如烟只看了一眼 就让人收起来了 伊藤诚这个 她看了很久 久到握着手链的手 都因为用力而泛白 她的目光忧伸 又有点复杂 最后终于抬手 将那串手链戴上 于是有人拍照片 发到他们的群里 说阿诚的眼光真好 不愧是刘姐念念 不忘这么多年的人 我本来是看不到的 但我旁边正好有个姑娘 是柳如烟的堂妹 她应该是太激动了 也没仔细看旁边到底是谁 就拉着我的手尖叫 给我看手机 你看 他们真般配 屏幕上 伊藤诚回了一句 她喜欢就好 你们帮我看着她 别让她喝太多 然后就有人开始起哄鼓掌 我被挤到了最后面 我也跟着鼓 柳如烟微微震了震 然后不知怎地 她像是想起了什么 神情突然慌乱起来 抬头往四周望 最后 她的目光定住 穿过人群 把视线放到了我身上 我坦然一笑 给她做口型 生日快乐 她这才像是松了口气 却没再喊我 跟她一起切蛋糕了 她朋友多 都玩得挺开 没多酒就喝多了 没人跟我玩 我就在一边看着 看到最后 她闺蜜扶她上楼 我也没跟着 我准备直接走 分手这种事 也不一定非要当面体 临出门的时候 她那个闺蜜又追了下来 找了一圈找到我 然后塞给我一张房卡 急匆匆地开口 刘姐在顶楼等你呢 你上去陪她 我认识这个人 叫沈曼 跟柳如烟玩得最好 也是她这群朋友里 我最熟悉的一个 不过其实她也瞧不上我 因为她一直笃定 我跟柳如烟之前的男朋友 没什么区别 玩玩就散 不会入心 郑主都要回来了 三分相似 有什么用 我没接那张房卡 喧嚣声中 我开了口 你告诉她 我跟她 就到这里了 沈曼差一片刻 像是有点没听清 握着房卡的手也抖了一下 你说什么 我很有耐心的 又说了一遍 沈曼拧着没看我片刻 你认真的 你知道的 在她这 可没什么后悔一说呀 她从来不是回头草 除了伊藤城 因为她一直在等她 我点头 声音坚决 她抿了抿唇 看我片刻 不是 这谈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 说到这 她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最后到底没问下去 那行 你走吧 别忘了把你东西 都从她家搬走了 被人看到不好 我轻笑 好 我动作很快 当晚就把自己 放在她那的东西 全都打包带走了 她送了我挺多东西 我都没拿 那两份合同 我也原封不动地留给了她 既然已经决定分开了 再带上这些东西 触景伤情 于我而言 难免负累 回学校以后 我什么也没想就睡了 睡了挺久 等醒来 打开手机 就看到柳如烟发来的消息 只有一条 是昨晚十点发的 那时候我应该才跟沈曼说完话 急着回去收拾东西 就没顾上看 她说上来 我看了眼时间 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我这么久没回消息 也没去找她 要是放在昨晚以前 以柳如烟的脾气 肯定会给我打电话 或者亲自来找我 但到现在 什么都没发生 看来沈曼已经把我的话带到了 她这个人 看起来温润多情 其实骨子里最是冷淡 我已经提了分手 她又应当早有此意 自然也没什么意见 不会多说什么 更别提挽留了 我的生活又恢复到 没遇到柳如烟之前的模样 我接到我妈打来的电话 我独自一人在外 她不放心我 隔三差五就给我介绍对象 她一直希望我可以找个好对象 打完电话 她给我发来几个微信号 记得家 要是有合适的 就试试 我说好 但依然没家 是有叹着气劝我 何必呢 柳如烟这样的人 熬不起很快就会有新欢了 你也该继续走自己的路 不是吗 我说不是因为她 我只是觉得 如果因为上一段恋情的不如意 就迫切地投入到下一段恋情 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我不会一直遇人不输 我总会结婚 总会跟人两情相悦 但我想 至少不是现在 18岁时 我刚上大学 想重新遇到一个人 很难 但现在好像又很容易 分手以后 我还以为 我跟柳如烟 不会再见面了 可就是那么巧 我跟朋友一起出去逛街 出商场时 正好遇见柳如烟一行员 她穿得很正式 像是刚从哪个酒会过来 身上萦绕着淡淡的香水味道 跟以前用的 并不是同一款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 她淡定地对我微笑 点了下头 然后就一开了视线 继续跟旁边的人交谈 我突然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原来和平分手是这样的 她跟所有人都这样 没有争吵 没有指责 更没有嫌隙 再见面依然是朋友 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 走到马路对面的时候 我却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柳如烟打来的 我穿着大衣 理了理脖子上的围巾 在寒风中 挂断了她的电话 可没过两分钟 她就又打了过来 我不接 她就一直打 最后 我终于接通 喊她柳小姐 那边一直没人说话 很久后 我正准备挂断 就听到她说抬头 隔着一条街 我看向对面的女人 我看不清她的眉眼 也看不清此时此刻 她脸上究竟是怎样的神奇 她与我对望 我问 你想说什么 她的嗓子有点哑 为什么 我想了会儿 为什么跟你分手 她恩了一声 我有些莫名 她这样聪明的人 她身边那些人 都看得明白的事 她居然还要问为什么 我不太想跟她纠缠这些 敷衍道 家里想让我结婚 催得厉害 她的嗓音微顿 几秒后 反问 就因为这 我叹口气 她似乎在思考什么 沉吟片刻 才重新开口 我可以跟你 我打断她 懒得再跟她多说 我已经有要结婚的对象了 听说你初恋也要回来了 恭喜 她沉默片刻 才笑了下 嗯 说完 她又问 像是没话找话 我送你的那些东西 你一样都没带走 是不喜欢 你喜欢什么 我重新让人给你送 我叹了口气 不用了 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好聚好散吧 再见 说完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没有再看她 转身就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 顺便拉黑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当天下午 我们跟着导师一起出去吃饭 吃到一半 她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我出去接个人 算是你们师姐 才从国外回来 正好也在这附近吃饭 没过一回 包厢门被推开 我抬头 看到门外的人 她气质非凡 微笑着跟我们打招呼 身旁有人已经低声谈论起来 是沈幽处爱 她居然回国了 听说她很厉害 年纪轻轻就飞升内外 拿了很多奖 是导师的得意门声 别的不提 她真的好漂亮 包间气氛还不错 我跟着笑了会 不知为何 觉得她有点眼熟 等她走后 没多久 我放在桌上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屏幕上显示我收到一条微信 不记得我了 很奇怪 我并没有给她备注 但我就是想起来了 那时 我大学刚毕业 跟朋友一起去看演唱会 结束的时候 我们一行人出来 却被人群冲散了 我急着找人 转身的时候 却不小心撞到了的人 然后崴了脚 那人扶起我 沉生说了句别动 当时就带我去了医院 还替我垫了医药费 我觉得不好意思 这明明是我自己的过失 却让别人陪着我折腾这么久 因此 从医院出来 我就问她要了联系方式 给她转完钱 又下意识说了一句 北城好心人还挺多 还都长得挺漂亮的 她反问 还有别的好心人 我说 是啊 不过我后来再也没遇到过她 女人沉思片刻 我认识的人多 或许可以帮你找找 可我想了很久 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柳如烟 最后到底作罢 她笑笑 那好吧 希望下一次见面 你可以得偿所愿 我跟沈幼楚在微信上聊了几句 结束话题的时候 我想了想 问她 晚上有时间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算是谢谢你 她说有 我们很快就定下了时间和地点 吃完饭 沈幼楚坚持要送我回学校 就跟当年一定要亲自送我去医院一样 我们在路边僵持了会 有人迎面走过来 我听见他们的说话声 怎么回事啊 一腾成不是明天就回来了吗 刘姐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办什么单身派对 这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听说 刘姐今天心情差爆了 大伙想让她开心开心 难怪呢 刚才在包厢里头一直没见她笑 他们应该只是出来买个东西 买完就准备往回走 其中有个人应该是认出我了 回头看了我跟沈幼楚好几眼 原来一腾成明天就要回来了 挺好 沈幼楚看了我一回 突然开口 对了 还没问问你 找到那个人了吗 我说 他目光微顿 点点头 恭喜你 我没再多说 最后到底没拗过他 由着他送我回去了 可刚到宿舍没多久 我就接到一通电话 没被主 是北城当地的号码 我没多想 就接了 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不太明白 这北城还有你们摆不平的事 别给我打电话了 我要睡了 他犹豫着 最后咬着牙 跟我诉苦 是刘姐 就他生日那天 你不是让我转告跟他分手那是吗 我当时上了楼 把这事跟他一说 他当时也没说什么 但后来好几天都没搭理我 脾气也变得差得要命 我开始还没转过弯来 直到今天 又出了事 我才想明白 他是在气我没留住你 我抿了抿唇 今天出什么事了 他沉吟片刻 最后叹口气 剖鞋一般 给你发个视频 看完你就明白了 下一秒 他的视频发过来 我点开 视频一开始 是在录整个场子 还有沈蔓的声音 应该是在跟男朋友抱贝 说还挺热闹 问他要不要来 没过一会 镜头顿住 有人凑到柳如烟面前说笑 正好就是我不久前碰到的那个人 他说 刘姐 我刚好像看到纪伯打了 旁边还跟着个女的 挺漂亮的 他说的挺轻松 堂子里的人也都开始八卦 沈蔓可能也觉得有点意思 在视频里说 刘姐之前跟男朋友分手 都挺乐意听到 对方找到好归宿的 这下她总能笑笑了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下一瞬 我听到柳如烟的声音 竟然冷得彻骨 说在一起的是她 提分手的也是她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我的手顿住 退出视频 心神有些不宁 柳如烟这是什么意思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沈蔓的声音又在那边响起来 看完了没 刘姐这回正发火了 你过来一趟城部 求求你了 我忽然就很累 你们那么多人在哪 她能被人卖了 还是被人吃了 实在不行 一腾城不是明天就回来了吗 你们就等她过去 她一去 刘小姐自然什么火气都笑了 沈蔓在那边那了一声 有点不知所措 不是 哎呀 这样吧 我去接 她的话刚说到一半 突然停住 我的耳畔传来一阵摩擦声 紧接着 是很浅的呼吸声 片刻后 有人轻痴 声音微雅 纪博达 我们聊聊 说实话 我并不觉得 我跟柳如烟还有什么好聊的 想了想 我正准备拒绝 她又重复一点 语气很淡 我们聊聊 你知道我的 我这人有时候做事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如果你这回不答应我 纪博达 我不能向你保证 自己不会做出什么事来 我没想到柳如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样的她 让我觉得有点陌生 但又仿佛本该如此 她其实 本来就是那样一个人 我深吸一口气 好 你想聊什么 她的嗓音很冷 在夜色中 让人有些变不真切 你跟她分开 我们复合 几乎是一瞬间 我就想明白了 她应该是误会了 她把沈幼楚 当成了我的结婚对象 我揉了揉额头 觉得有点荒唐 她不是从不吃回头草吗 握着手机 我又想到了那幅画 那笔堪称一致千金的分手费 还有她那些朋友们 跟我说过的话 这样耍我 拿我做消遣 很好玩吗 真是有病 说完 不等她反应过来 就挂了电话 然后把沈蔓也拉进了黑名单 我已经足够大度 没跟她计较那些凉薄和欺满 她倒好 居然反过来 跟我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我不知道后来究竟又发生了什么 这日以后 我隔三差五就会见到柳如烟 她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眉眼冷冽 看人时变得愈发淡漠 每每遇见 她总是漫不经心地看着我 我以为自己已经拒绝得足够干脆 她却专程在无人处堵住我 拿出手机给我看 指着上面的人 这你女朋友 沈幼楚是吧 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不愿意的话 我就只能找她谈谈了 我忍无可忍 你误会了 她不是我女朋友 我们只见过几妹而已 根本就不熟 你想做什么 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吗 有些话 我原本不想说的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不是吗 跟我在一起 对我特别 也只是因为 我跟你初恋有点像 她要回来了 你就给我车给我防 不就是想让我知难而退 别缠着你吗 现在又来搞这一处 说真的 挺烦 挺没意思的 柳如烟愣住 像是有点没明白过来 什么意思 过了好一会 她才低声骂了一句 再开口 嗓音有点哑 我从来不觉得你们哪里像 这都是谁瞎传的 我想跟你分手 这些都可以解释 我的喉咙有点干涩起来 那又怎么样 就算这些确实是我误会了 但她接一腾成 电话时的小心翼翼 还有她朋友们之间的心照不宣 难道都是假的吗 不管现在她怎么想 在我们还谈着恋爱的时候 她确确实实 对她的初恋难以忘怀 这么想着 我就更不想跟柳如烟待在一起了 我问她 你知道 现在的你 对我来说是什么吗 她的目光微微一亮 什么 我笑了下 我洗完澡 从来不会再穿脏衣服 你跟脏衣服 下意识轮番劝我 刘姐心里头念着你呢 这些日子 她也不好说 你们之前那么好 真的不可能了吗 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 我说 对 不可能了 话音落下 我却忽然想起 不久前 他们也是这样提起一腾成的 他们说 柳如烟和一腾成 才是狼才女貌 天生一对 这才过了多久 说辞就变了 沈蔓下意识打圆场 是啊 要不我等会让人订个包厢 大家一起吃顿饭 把之前的事都说开 我们之前在你面前说了挺多不着调的话 那都是我们瞎猜的 你别当真 我摇头 我还有事 就不跟你们一起了 沈蔓还要再劝 爷啊 挺长时间没见了 你把我电话从你黑名单里拉出来呗 我还有 她说到一半 柳如烟突然出了声 算了 沈蔓有点不甘心 这好不容易遇到 我说 柳如烟看着我 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 算了 让她走 这天以后 我又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听到柳如烟的消息 倒是偶尔会跟沈幼楚见面 我陪她在学校附近散步 她去应酬 途经学校时给我打电话 我气喘吁吁跑到楼下 她把手里的演唱会门票递给我 说是偶然得到的 知道我喜欢听 就送来了 女人身影清秀 神态自若 我想 她大概不知道 这票有多难抢吧 她始终有理 定退得宜 我不好意思拒绝 赚了票钱给她 她不肯收 我没了法子 只好又请她吃饭 结果到最后结账时 居然还是她付的钱 12月初的时候 她又要出国一趟 短则半年 我特意去机场送她 她冲我微笑 有点欲言又止 最后到底什么也没说 本身离开了 她走后没多久 我遇到了什么 她叹着气跟我说 柳如烟现在很少 跟他们出来玩了 也不去找伊藤成 伊藤成这趟回来 就打着跟刘姐 附和的主意呢 可谁能想到 刘姐现在根本不搭理她 前几天被吵得烦了 还给一家施压 让他们早点 给伊藤成定亲 我像在听故事一样 可他们之前那么好 谁知道呢 感情这是说不准 而且伊藤成 从小跟在刘姐 屁股后面长大 那些年里 她一个人在外头 就算没有爱情 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 我笑了下 没做评价 其实 我一直没告诉任何人 柳如烟生日那天 她戴上那串手链以后 我还接到不一通电话 是伊藤成打来的 你就是柳如烟 现在的男朋友吧 听说她对你很不一样 不过 你应该也知道 我们当初都快要结婚了 这些年来 我们一直忘不掉彼此 我看了眼不远处的女人 脸上的泪早就被风吹干了 以后也不会再为她留了 我说 那祝你们所死 不过现在看来 我的祝福落空了 说起来也很好笑 我没有想到 再一次听到柳如烟这个名字 是在我一个学弟呢 她不知从哪里见了柳如烟一面 又打听到我之前跟她交往过 刻意找到我 向我请教 该怎么追柳家那位千金 听说她跟你分手以后 就再也没谈过男朋友 学长 你教教我呗 你是怎么把她追到手的呀 我那回正忙 不是都说她很好追吗 你制造点偶遇 多见几面就行了 她听完 我明白了 很快 我就把这事忘了 可没过多久 她又找到我 哭得撕心裂肺 她一点也不好追 这半个月来 我天天想办法在她面前刷脸 她愣是一点好脸色也不给我 今天还让我滚 我有点诧异 你是说什么了吗 还是做了什么 不然以柳如烟的脾气 应该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她指了哭声 委屈到 也没什么呀 我就提了你一嘴 说我做的这些 都是你教的 我跟柳如烟分手 闹得挺僵 她不乐意听到我的名字 是正常的 当晚 我正准备睡觉 手机屏幕却突然亮起来 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熟悉的语气 却很冷淡 再敢叫别人追我 你试试 我沉思片刻打字 抱歉 不会了 那边安静下来 没再发消息过来了 后来的日子过得很快 一转眼就到了年关 我提着行李下楼 出了校门 却看到一辆熟悉的车 有如烟靠在车门边 走吧 烧你一程 我突然就想起第一次见她 她也是这样问我 去哪 烧你一程 我们一起走过一程 而现在 已经结束了 我正要拒绝 她身后的车窗 却突然降下来 男孩笑盈盈地冲我招手 学长 快来啊 我们一起 说着 就下来拉我上了车 一路上 车子里都很安静 直到到了机场 柳如烟帮我把东西 从车上拿下来 我说谢谢 她点了下头 再没有别的了 我回到家没多久 学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别误会啊 学长 她不是专程来接我的 只是我正好看到她 猜到她可能是想送你 才自告奋勇 说我可以帮忙的 我正了下 刚才我确实以为 他们在一起了 没事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们早就没关系了 学弟叹气 好可惜啊 有什么好可惜的 他不知道 我当初也是这样 听到很多人在我面前说 柳如烟错过初恋 很可惜 除夕荡晚 下了大雪 吃完年夜饭 我坐在沙发上 跟沈幼楚聊了会天 他离开以后 碰上节日 我们偶尔会联系 互相祝福 表弟却突然趴在窗子往外望 大声嚷嚷着 那辆车我在网上看到过 全世界都没几辆 居然能在咱这见到真的 我没在意 那你就多看两眼 第二天 我接到柳如烟朋友的电话 纪博答 你见到刘姐了吗 大过年的 他不在家 人也联系不上 他之前从来没这样过 我们都挺担心 听完 几乎是一瞬间 我想到了那辆 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车 我从窗子往外看 没看到那辆车 只好沿路问了一圈 最后才在一条巷子附近 看到柳如烟 女人站在路边 身上的衣服有点重 也没穿外套 脸色不算好看 看到我 下意识地站直了身子 我走近他 你手机呢 他有点无措 把手机拿出来 点了会开口 没电了 你快点回去吧 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柳如烟正了下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下意识就跟着过来了 你之前说家里催你结婚 我 你什么你 难不成你想跟我结婚 柳如烟 不可能的 一直以来 从不轻易回头的那个人 其实是我 我从小到大都性子觉 认准了一件事 就一定要办到 放下一个人也是 他静静地看着我 眼角突然放红 许久后 才若无其事一般 总监笑了笑 纪博答 我饿了 没带钱 我请他吃了一碗面 18块钱 没什么肉 青菜很多 热气腾腾 我们相对而做 模糊了彼此的面肉 他吃得很慢 但还是吃完了 吃完 又恢复成我最开始认识他时的模样 慢悠悠地用纸巾擦嘴 然后开口 这真是我吃过最难吃的面 这之后 我又回到北城 我跟柳如烟 没有再见过 我跟他本来就是两个圈子的人 如果不是刻意去打听 其实很难听到他的消息 毕业后的第一年 我又谈了次恋爱 对方是合作公司的总监 性格稳重 待人很和解 但我们在一起 始终不温不火 没到一个月就分了手 第二年的春天 北城下了一场雨 我从公司出来 遇见沈幼楚 他左手还提着行李箱 风尘仆仆地站在我面前 对着我微笑 好久不见 这一年秋天 我们在一起了 他跟我一起去做所有我喜欢的事 他身边的朋友都叫我姐夫 有任何事 也全都向着我 我们从不轻易说分手 我们一起去挂姻缘树 一个牌子 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写完 他又一丝不苟的天上 长无相望 他牵着我的手往回走 他笑 真好啊 我突然想起有一年 我跪在蒲团上许愿 愿望太多 我一样一样地在心里细数 生怕漏掉哪一个 那人就在旁边站着看我 最后扶我起来 想要什么跟我说 比这个快 他从来不信这些 可等到出了寺庙 远离香火 他却又滴滴叹一声 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我记了好多年 他说 遇见我 其实是他三生有戏